其實就是說這麼簡單 我覺得不用去逼著那家長 非得把孩子送到 離開你的身邊去上學 肯定是在比在你身邊要好一點 因為它有一個獨立的 就是它有一個獨立的生長的環境 早就說了 就是中國的經濟眼瞅著 就是最大經濟體 就要越過它了嘛 超英敢美 至少在這個GDP的這兒說 應該用不著超了 是啊 這個 這是意味著什麼呢 世界大勢啊 就是中國確實影響力越來越大了就 是啊 是啊 是吧 其實不是美國夢怎麼樣 而是中國夢慢慢在實現 至少前國夢 然後就在世界上有地位 就實現了 初步實現了已經 那你說美國夢是什麼呢 美國夢就是 其實是一個有點過時的東西 就是所有一文不明的人 也沒有來歷的人 到了美國會能夠過上好日子 有存言的日子 這個夢今天其實還是真的 還是真的 但是川普講的就是說 你覺得沒有別的野心 不是 川普講的不就是說 這事兒不靈了嗎 對 它已經讓太多人實現了美國夢 貧富加大了 實現以後 這就是個上公共汽車的理論 大家都想擠上去 但擠上去的人 最好下面的人不要上來了 這從來如此 這美國只是最大的一個空間 就已經容納了太多人 早就說要驅逐移民了 這里根時代就驅逐了 就開始移民很恐慌說 這下政策下來 很多人就非法移民待不下去了 打不正攻了 得驅逐了 可是我只看到越來越多的來 一直到90年代 我打開報紙一看 頭條就是金色冒險號 在長島外面擱淺了 300多中國非法移民 從床上跳下來 冰冷的水 移民局立刻把他們救上來 每個人一床毛毯 就散佈在岸上 然後就按照他們的移民法 很人道 同時很嚴格 就分 只要你有親戚打電話 就把你領走 你要沒有親戚先關起來 關起來以後可以打牌 可以五號畫 可以任何打乒乓什麼這些 然後就等移民局的處理 永遠是這樣 就任何非法的犯罪的行為 他們立刻進入法律程序 其實是很多人出來會畫畫 會疊什麼小東西什麼這些 當然也願意回去 熬在裡面不好 就我親眼見過那樣的人 而且有人很後悔 說我在福建都已經開車 有公司了 主要是村裡面都會罵你 說你怎麼混到這樣還沒出國 每家都要派一個出去的 每家都要有個出去 所以中國人很多人出去 不是因為貧困和無路可走 而是一個面子 就要去了 去了發現美國不是這樣 這過程早就開始了 不是今天才開始 你怎麼說去呢 我有一個朋友去美國去 然後看他一些老的朋友 老朋友甚至是過去的政府機構 已經做了處長什麼出去的 因為過去中國和美國的這個 生活水平 各方面的水平差的蠻多的 現在慢慢中國就是起來了嘛 就是相互差距沒這麼大 所以我說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他說最大的感受 其實就是最失落的是 這旁過去到美國去的那些人 是 因為他完全是沒想到 中國會發展成這個樣子 他原來比他差的那些人 或者是差不多的人 都已經做了很高的職位 或者是做了很大的老闆 他們完全在美國 沒有時間來的美國夢 沒錯 他們最失落的 是這樣的一種 但是回來之後呢 已經沒有他們的這個機會了 對 年紀各方面也沒他機會了 所以他們的心態特別就是 就沒想到這種差異性 沒錯 全平了 當年的這個同學原地沒動 對吧 我到美國奮鬥20年 他們當時放棄了很多東西了 對 他的已有的社會地位 已有的這些背景都放棄了 所以你中國人去美國夢 你是想在美國成功 對嗎 嗯 這個過程台灣開始得更早 我80年代見到不少台灣來的人 唉聲嘆氣 說我大學同班同學 現在在台灣什麼什麼公司老闆 年薪是多少 收入是多少 因為台灣當時還在戒嚴時期 大家不安全的都想出來 就能到美國的也是佼佼者 但很快他發現 他只能開個餐館 甚至還不行 但是他的同學已經發了 他在台灣經濟起飛嘛 後來 所以這個過程大陸只是晚一步 晚10年到20年 而且規模更大 我最好玩的記憶就是 30年前我出國前 只要來一個華僑 或者是外面來的 全都晚上聚一塊 你說說外面情況怎麼樣 我說現在我每年回去 主要任務 就一桌桌飯吃過去 所有人都說 你說大陸現在怎麼樣 北京怎麼樣 你說他們現在 就是在外邊的華人 還瞧不上祖國嗎 沒有 沒有 不過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網絡非常非常重要 我在國外如果被人認出來 10個有10個說 我在槍槍三人性上看到過 對 這槍槍三人性自從聯網 可以華僑看到 你都不知道你在外面 有多少觀眾 管他什麼政治立場 所有人都知道你 就知道你這個節目 對海外很多人 我在海外比較火 但是就是你說的 剛才有一點我也覺得挺有意思 就是說你看中國 就是像我剛才說的 一切讓我感覺到 好像要比他們強了 方方面面 但是這個啊 你又總會感覺到有些啊 這讓你覺得 特別淒厲的一些的東西 就比如說 我看見那個松外賣小哥哭 然後那天我就看見就是說 你說這個講道理 比如說你說這個 在美國不管怎麼說 他講道理 那你看中國很多時候 是不講道理發展起來的 比如說最近 你知道有個叫什麼賈金龍的嗎 就說就在我們石家庄那 一個就是這個叫北高營村 這一個村 好 這個來了這個黨委書記 這個村長是吧 是個能源 確實改變面貌 改變面貌就是這城市化嘛 說你現在一到這個北高營村啊 跟我們石家庄的大城市的一個區 沒什麼區別 樓房 因為他就拆遷嘛 就是你的舊房拆了 我給你蓋新房 當然就在這個裡邊發生的這個糾紛 然後呢就有一個叫賈金龍的小伙子 他呢其實也不見得他就站臉兒 但是呢他就是說發生了糾紛 他說我守著我這舊房 我就不搬 我甚至要在這結婚 結果呢他這舊房就給推土機 給推了 推了之後他這未婚妻 也不跟他結婚了 然後這賈金龍就買這個射釘槍啊 就有一天這個黨委書記 對 在全村發表講話之後走下台 他就從他腦後一槍都打死 就前一陣剛剛最高法院核准 就說執行死刑 因為有些法學家就是說 什麼這個不一定要判他死刑 就是倒下留人 說因為這個裡邊 他是被強制拆遷等等 但是最後還是給執行了死刑 我就是覺得你看 我們這個面貌變得 比美國那荒原 可以說是高樓大廈多多了 可是在這個背後 似乎又有一些 讓我覺得特瘋人的事情 不是說誰就一定對 太多了 就是我覺得其實就是 回到剛才那個 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就華人擔心的事情 就是說我是不是在這打工 或者我是幹什麼 我想可能還是一個 背後的生活意識形態的 這個一個東西 就是我必須得出去成功 我在國外我必須得成什麼人 我必須得買房 我必須得買車 我必須他就 咱們帶著好多價值觀出去的 就是特別累 可是後的這些小孩 比如說你第二代生下來 在美國生的孩子 他就沒有這感覺 他就不會覺得我一定要掙錢 買車買房 我就要享受那個 就更加享受 比如說我碰到一個媽媽 她就跟我講 她說跟我說 這是又是音樂的事 她說我兒子現在就喜歡打DJ 怎麼辦 因為她是第二代 就是生在美國的 根本不想去好好的 就是學法律 或者當律師 或者當什麼 就是想打DJ 這怎麼辦 怎麼生活 而且她說你能不能 你跟她談談 讓我去談 我就說 我就跟小孩說 我說的首先第一 你是不是感覺要 每天晚上腳疼 因為打DJ會晚上腳疼 腳疼 就是身體的震動頻率太高了 我說的你怕不怕 因為你特別年輕 你才二十多歲 她說我是阿姨我是腳疼 我說你會腳疼 而且呢你會身體感覺累 因為這個震動頻率太高了 你每天在這兒 如果你不覺得這個是事兒 因為它是那個高震動頻率 對你身體是有影響的嘛 你如果覺得沒事兒 她說我沒事兒 我享受 我覺得我是腳疼 然後呢腳疼 那穴位嘛 就是她說的那個 但是我享受 我不這樣活 我覺得沒法活 我說那你就去做 就是這一件事 我告訴你是個關鍵 就是你的身體 你只要不怕 你就去做 她就現在這孩子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DJ在美國 就是她就到處 在俱樂部裡打DJ 這就是第二代的 中國的小孩的地民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概念 我就很尖銳 很多家庭都有這個 對老年人就會老在談這個 哎呀咱們是不是這麼掙錢 跟國內這麼比 他們這麼掙錢 跟國內 就給自己特別多壓力 可是現在小孩 他不這麼想 就第二代已經不這麼想了 說實在的 中國現在小孩也就 我希望啊 我們的這個 現在的這些孩子 也是能夠這麼長大就好了 就想做什麼做什麼 特別放鬆 那你說 比如說我們這次 在網上什麼收集問題啊 還有人問這個陳老師一個問題呢 就就是說 說我想問問這個丹青老師 就說你這個前些年啊 一直說這個美國好啊 說中國的教育制度也有問題 孩子被扼殺等等等等 他說但是你看現在 出去留學的都回來了 對吧 全世界都看著我們這個中國的 美國美帝國主義 你瞧現在都鬧成特朗普 美帝國主義的感覺 都該打內戰了 對吧 你現在還怎麼說呢 我投錢 嗯 我現在明白了是 鬧了半天是這樣的 我剛才說一說 他說我不敢說不敢說 我一直明白為什麼 我明白了 我不爭這些問題 我不想爭 那去英國上學 現在的目前去英國 投降 這是意味著你無話可說了 我不想爭這個問題 如果你非要爭我投降 OK 你如果這樣 我一貫就是 你如果你認為是這樣 OK 就你認為這樣 就像你應該讓我認為 我的觀點 我覺得是這樣我就說出來 然後你覺得不是 你也說出來 那麼我問您這麼一個問題 假如說現在你的孩子 就是現在到了要決定 是否出國留學的時候 你在現在的這個歷史階段 歷史關頭 你還一樣讓他去美國上學 甚至是定居在美國嗎 會 我想會 定居不定居是他的事情 是他的選擇 但是我相信 我會跟30年前沒有兩樣 就是OK 你想出去就出去 我鼓勵現在的孩子 能出去就出去 但我不鼓勵他們留下來 也用不著鼓勵他們會回來 中國現在好起來了 跟我們那會不一樣了 就至少物質生活 現在看這種見識 就是國際化的見識 是一個基本相 是一個基本相 而且我覺得其實 這麼想法 我們把事情想得更簡單一點 你生在一個河南的小孩 他肯定媽媽希望他到北京上學 河南還是河南 河南 在河南的孩子 他想來北京上學 因為我就現在比如說 在一個小縣城在陝西陝北 特別的農村 他就想去延安上學 就是他覺得他去大地方了 那生在延安的人想去廣州上學 就是其實每一個家長 都希望那孩子去更大的一個地方 其實就是說這麼簡單 我覺得不用去逼著那家長 非得把孩子送到國外 或者送哪去 就是小孩就是離開你的身邊去上學 肯定是在比在你身邊要好一點 因為他有一個獨立的 就是他一個獨立的生長的一個環境 他自己去處理他自己生長的環境 其實你可以去英國上學 如果英國太貴了 去蘇格蘭上學 蘇格蘭便宜 而我看到過 從蘇格蘭回來的孩子 特別有教養 特別好 就是其實他主要出去了 他就到了另外一個集體 到另外一個集體 然後另外一種語言的感覺 剛才不是說到語言的 那種語言的感覺 他就有對自己有一個對照 所以小孩回來的話 再回來的時候 他真的是變成一個孩子 就是特有教養 我聽明白 我想是這麼一個回事 就是說咱們這個經濟 不管多發達 大樓不管多漂亮 但是這個人的教養 好像還是得到外邊長長見識